保持平和平和平和 保持過去的記憶 一名聰明的青年 會遇到一個不準確的挑戰 我覺得也是因為我們對內容很有信心 所以我們才會堅持去推奈菲這個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最開始就是覺得 它就是應該全球發行 然後我們就選了平台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對內容的一個判斷 所以我們才會說在不認識奈菲 就是我們沒有任何的connection的情況之下 我們去聯繫奈菲 我們從寫第一封email給了他們 然後中間其實會有一些波折 比如說我們要推進合同的時候 沒有定價體系 然後也沒有跟中國的 Original作品的合同的體系 就是大家沒有過這種Netflix Original 跟中國的動畫劇集的合作 所以所有這些都是我們要作為第一個去推進 這個是比較難的 我們接觸Netflix的人從第一個看567的人 日本人 到後面他們就是美國人 看都很喜歡567 因為其實無論是Netflix 日本還是美國人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 他們其實都是創作者 我覺得他們帶有非常強的創作者屬性 我覺得沒有那麼複雜 就是非常簡單 他們看到了 他們好喜歡 然後他們會笑 然後他們會感動 舊舊弄家 因為我們是要配成法語西班牙語日語和英文嘛 Netflix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平台 它在各個國家其實都有這種合作夥伴 所以它的日語配音是在日本完成的 所以其實疫情確實會影響這些東西的進度 所以這個其實就延遲了我們上線的時間 那最後我們先定在10月3號上第三集 我一直保持的就是 第一視角 就是觀眾視角 我一定是先問我作為一個觀眾 他作為觀眾能不能打動我 我覺得再去講專業 再去講公司所謂的什麼商業化的運作 這些東西 所以 對 就是 我覺得我首先成為了他的第一個粉絲 因為動畫其實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就你可能要跟他走很多年 所以我又很在意說這個創作者的價值觀 就是我們對一些說 我們會聊聊生活 聊聊工作 聊聊過去 聊聊未來 就是在這個上面 大家能不能達成一致 我覺得這個其實非常重要 所以我是非常鼓勵創作者 多看看 多走走 就是 就是所謂我們在做內容的時候 我們叫做世界觀 你連世界都沒看過 你何來世界觀 就是 我覺得除了創作以外的認知是要提高的 我覺得這是一種挑戰 我覺得商業環境沒有那麼優惠 我覺得特別是動畫的創作者還是比較弱勢的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日本的一些耳熟能詳的非常頭部的作品 他們在一開始的時候也不一定是火的 他們可能到播幾集以後 慢慢才變成大火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中國現在那些商業市場可能不足夠有這麼大的一個耐心 有些東西他不錯 但是你如果不給他足夠的時間跟空間 就是他就被他就被扼殺掉了 甚至我看到一些年輕的創作者 他的才華跟審美放在國際上 我覺得都是不輸的 甚至有更好的 只是他們缺什麼 他們可能缺 他能做一個短片你能看到他的才華 就像剛剛誰我們見到何曉峰一樣 但是當他真正成為一部作品的時候 他是需要很多支撐的 就是 甚至做一個動畫導演 你要去做一個劇集的時候 你除了你的才華你還有leadership 一路做舞的梯到現在 你就會發現市場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就是這個市場變得越來越包容了 然後越來越多的創作者 開始去彰顯自己的風格了 然後越來越多年輕的創作者 他們有更好的審美了 我覺得這就是機會 包括看一些美國的團隊 包括看一些歐洲日本的團隊 他們其實現在非常關注整個東方文化 非常關注東方文化 然後 中國本身有那麼多好的東西 好的元素 包括其實567裡面是有非常多中國元素 它的建築其實都是中國里南 非常風格的 包括裡面所有的食物 其實都是中國很傳統的 就是很接地氣的食物 包括我們的服裝等等 其實就是一個 totally非常local的 很多元素的作品在裡面 但是它其實它的包裹 又是非常 因為創作者的一個獨特的畫風 其實又是具有國際審美的 我覺得這個其實很重要 但我覺得最核心的就是 它具有一個人類共同的一個價值觀 就是它能在人性的層面上 能夠觸動你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最難的 因為它其實主要的一個主旨是 用愛與包容化解 偏見與仇恨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共同的 我覺得這才是最終打動 打動這個觀眾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基礎 讓這個作品有機會 成為一個全球觀眾都能接受的作品 所以請讓這個作品有一個問題 讓這個作品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希望有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能夠做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來做這個問題